年关快到了金融机构和超商ATM提领现抄机针 容易成为歹徒刑场目标 预理警分局以无预警方式实施了防抢及拦截围捕的演练 场面很逼真 除了让超商店员保全和民众遇到事情要如何积极应应 降低自身伤害之外呢 更可以提升各超商等大量现金出入的营业场所安全 还有店员的自我防卫能力 年关前玉里奔局在镇上的超商举办防抢演练 以无预警方式办理 其中奔局由远警办事抢匪 持枪进入超商挟持补超保全交付抢夹 顾客惊慌失措奔逃 歹徒也逃跑 警方获报之后随即通报辖区内的警网 赶到现场拦截围捕 本局表示 演练以过去国内发生的银行抢案为借禁 贴近现实状况 编排歹徒开枪行抢以及逃脱路线 并且透过不断的演习来增加金融机构 以及超商自我本身的防卫能力 连贯将近各金融机构现金流量大 民众尾牙聚餐机会频繁 警方除了加强防抢 防窃防诈骗 取缔酒后驾车 以及春节交通疏导等工作 也要求所属的警察 务必积极落实执行三大工作主轴 为民众营造平和 祥和 快乐的春节假期 记者高双双预理阵采访报道